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是料性妈妈未满一个月的男婴,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,她下的赶紧报案,中市警局三分局健康派出所远警,借男婴状况危急,开启警笛载着母子及池,仅4分钟就抵达医院,医师诊断为男婴被自己的唾液掖住,急救后脱离险境,家属频频向警方致谢,感谢警方奔驰送医而脱险。 我的宝宝怪怪的,拜托帮帮帮我,中市料性女子,上月29日晚间21时50分,冒着夜雨抱着儿子,慌张站南区高公路的住宅门口,等待警方救援,她刚出生十几天的小男婴,突然脸部涨红,嘴角有白色唾沫,情况非常急迫,警方将母子送入警车,开启鸣笛警示开道, 4分钟内迅速护送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,紧急治疗后,顺利救回宝贵的性命。 医师诊断男婴是被自己的唾液掖住,家人感谢说,幸好有警察协助送医。 在医护人员紧急处置之下,男婴才可以脱离险境,顺利救回宝贵的性命。 家属频频向警方致谢,感谢警方鼎力相助,才不致延误救医救了刚出生的小生命。